大家好,我是贝大大 上一期视频呢,跟大家讲解了这个龙猫绿色植物部分的画法 那这一期呢,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花的部分,还有龙猫的一个画法 首先我是调了一个蓝色,加了一点紫色,再加了一点白 调了一个蓝紫色,然后来画花的部分 那首先我也是从比较暗的花开始画 现在我画的是一个偏深一点的蓝紫色 然后像上面这个一串一串的这种小花的这种部分呢 先画这个深一点的蓝紫色 然后还是画面中其他部分有这个颜色都给它画上 然后呢,给它加白,又画浅一点的花 这个花可以稍微有一点颜色的变化 比如说一朵是偏蓝一点的,一朵是偏紫一点的 然后呢,花要有层次感 有的花瓣可能是藏在下面的,所以会暗一点 有的花瓣可能会暗,可能会亮一点 会稍微有一点颜色的变化 那同样有这个颜色的部分呢,我们就给它画完 那可以看到上面这种一串一串的花 现在我们再画它比较浅的颜色了 所以它会有一个层次的递进 特别是现在看起来就很明显了 就是它既有下面的一些偏深紫蓝色的一些花 然后也有上面的层次的一些偏亮一点的花 然后把这个蝴蝶画好 蝴蝶也是可以稍稍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有的偏粉,有的偏蓝一点 当然大家去参考原图就好了 可以跟圆图画的一样,你也可以自己稍稍做一点改变 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可以改进的话 然后现在我用了一个黄色加白 来画这个太阳花 注意一下你下笔的一个方向啊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希望它这个花瓣 哪一端是圆的,哪一端是尖的 要注意一下你的下笔的这个笔处 然后现在我们来画这种五半的小花朵 就是画五个小点就好了 但是这个点不能太圆 稍微要有一点水滴的感觉 然后我们画这些花当中有一些单独的 星星点点的小花菇朵还是什么的 我们把就有这个颜色的花都给它画完 然后这里呢,这一堆植物当中 其实还有一点粉绿色 所以我现在是调了一个绿色,加一点点白 那接下来就是画下面那个红色的小果子 那我就用了橙红色和大红色两个混合了一下 因为这个果子也是有颜色变化的 有的果子会暗一点 所以我就加了一点点黑色 然后大家注意就是这堆植物里面呢 我现在就是缺少一点暗的 就是好像植物下面有一些缝隙能透过去看到最下面的暗部 那我这堆植物呢就差了一点这种暗部的颜色 所以现在我用了一个深绿色 然后我轻轻的点图在上面 然后用这个手给它拍散一点,拍自然一点 这样这块植物就不会那么的平 这个其实我在当时之前做的时候就应该给它把这个暗的部分多留一些出来 这个只是我现在在给它做一个改善 其实之前就应该留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画龙猫的部分 那这个龙猫的灰色我先是调了一个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涂出来以后是另外一个效果 像我现在这个其实就是颜色偏深了 所以我现在又加了一点点白 然后又做了一遍 当然它这个龙猫本身就是有一个有两个颜色的 因为它的身体的灰色其实也有一个阴影的部分 所以现在我画的是亮的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先画亮的部分 我们再去把阴影的那一点点边边画出来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大腿的边边 还有它脸 它的脸右边的那个阴影 先画浅色或先画深色都是可以的 因为水粉是有遮盖力的 现在画它的肚子也是一样啊 要注意一下它也是 肚子也是有一个阴影的 那现在就看的比较明显 就是它的肚子还有它的身体都是有一个阴影的阴影的面 那现在我们来画小女孩的衣服 它的亮面呢就是我用的大红色加了一点点白 然后其实我的笔不是很干净 是有一点灰色在里面的 它的头发呢是橙色加了一点点褶石加了一点点红 暗部呢是褶石加熟和 然后我们用这个笔很细细的部分去把它的线条勾勒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画完了 那这幅画呢尺寸是很小的 但是细节是很多的 需要大家很有耐心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刻画完 如果细节少了或者是画得太潦草的话 都是出不了这样的效果的 那最后再说明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颜料还有笔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合作店铺 他们现在双十一如果满三百 有送被大家定制的这个笔洗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